你要想学会 你需要知道发力人 他是怎么样去调配身体 做到的这个所谓的正确动作 如果你们实际上 我告诉你 那都是有出路的 你认为的潜点 那是不是潜点 那特别潜 你认为的高点 实际上还在潜点 这首先你感觉有问题 你感觉提拉 它肯定是消了 教练也说有消 可是你奔着消打 你永远都不会 你学批掉 你奔着批去 你奔着消去 你发现永远也批不出来 你学正手过度 你想打包切 你奔着包切去打 永远都是切得多 打得少 那怎么练呢 你也通过漫长的训练 才明白 能切到这个度就行 其实那是什么感觉 已经几乎是打了 已经几乎是打了 你们正常等球是这样的 你打的位置都是这 这就不是额头钱 这是超级钱 你们的弹幕上都说同意 就说明你们认为 应该是在我那个位置打 但是你们实际上打出来 都是这个效果 这叫什么 这叫你以为和实际上的区别 你以为你就是按照这个要求 在打 额头钱 实际上你打得非常钱 根本不是额头钱 和你看到的教学视频 和你看到那些运动员 打出的样子都不一样 你要知道 我感觉和实际上的区别 当你已经后仰击球的时候 今天有一个成人班的人问我 刘教授 我为什么要这个点 我都到后点 怎么还能发力啊 我说你怎么知道 你这后点呢 我感觉我人仰过去 仰过去就是后点 来在侧面看我拍一个 来你给我发个球 我人后仰被偷后场 你告诉我 我是不是后点打的 镜头跟上我 然后最后定格在我击球点上 我在哪里打的 你们告诉我 我在哪里打的 来弹幕 快快快 兄弟们来告诉我 我在哪里打的 头顶 甚至还有点靠前 对不对 你怎么看我这个头顶啊 你要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这个球是在头顶 但是如果你以我眼睛看的位置来讲 我还是在这打的 这叫额头前 我这么着待着的话 这叫头顶 我人这样的话 这叫额头前 你比如说 我给你们打一个正常的额头前击球的高远 你们知道我要处在一个什么身位下才能打出来吗 首先咱们认可吗 击高远球都是在高点或者额头前一点点 你别告我在这打 那你自己觉得能是高远球吗 你要说你觉得这是高远球的话 我没话说 你高远球在这打 你给我闹着玩呢 开面都朝下了 你高远球 你肯定是这些区域 对吧 我这个说法 我问你够不够教科书 够不够官方 大家接不接受 接受扣一 好我告诉你 我怎么能达到这个继续点 需要什么样的代价 我教你们怎么找点 我跟你说还真的不太会你们 一可以 OK 很多人扣一 二 那你认为高远球 你扣二的 你认为高远球在哪打呢 扣二的朋友 这是谁 我看看 这个你是我大哥这个朋友 那你认为 还有这个称格 你们要扣二 你认为你这个球应该在哪打的呢 高远球不在这里打 你认为应该在哪里打 就你说咱们是吗 是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 他的名字就叫 就叫这个 你这句话我常说的 肩膀上方是左右 我说的就是前后 我说的是纵坐标 能不能理解 对你说的对 右肩上 我承认 我刚才说的不够 不够全面 咱们现在只说的是什么 臭坐标 以你为基准 纵坐就这条线上 你横着看没错 右肩上 你甭管人歪不歪也好 我在头顶怎么了 我头顶我人可以歪 我不头顶 我不歪 我就要在右肩上 他反正肯定在这 好了咱不讨论横坐标 我就讨论纵坐标 它是不是要出现在这片区域 你同意吗 好赖我啊 我表 我说的不够透彻 好 那既然大部分人都同意 而且刚才咱们也找到 他不同意的点在哪里 好 现在我看一下 我打到额头前 需要付出什么代表 这是个高点 这是个额头前的 没错吧 我都得这么看这个球 你确定你打球的时候 能这么看这个球吗 不能 不好意思 你打的点太前了 比你预想的前的多 你们正常等球是这样的 你打的位置都是这儿 这就不是额头前 这是超级前 你们的弹幕上都说同意 就说明你们认为应该是在我那个位置打 但是你们实际上打出来都是这个效果 这叫什么 这叫你以为和实际上的区别 你以为你就是按照这个要求在打 额头前 实际上你打的非常前 根本不是额头前 和你看到的教学视频 和你看到那些运动员打球 这样的都不一样 高远啊 我说的是 不是杀球 你们能明白我现在说的意思吗 你为什么经常看视频 就只能是啊 眼睛会了 手还不会 你确定能做出来吗 那个击球点 这就是我感觉很重要 我的感觉很重要 实际上不重要 我刘辉 说的感觉很重要 你 非要看实际上 我也没办法 你是想学会 还是想看懂 所以我在教你们的时候 我经常会告诉你 实际上这个点是怎么样 我这个动作实际上怎么样 但是我打球的感觉 我感受我是怎么怎么样 我都会把两种说出来 你比如很多人说 我不知道怎么杀球 刘教练 我杀球不知道怎么压下去 我杀球不肩 我当时很官方的给你解释过 我们在打杀球的 我们先看 压得下去的和压不下去的 有什么区别 我们自然就知道 哪里出现了问题 压不下去的人 机球有点停住 就先停住 他是这样的 他怎么可能压住球呢 能压住的人 这是压住的 这是压不住的 哪里有区别 肘的位置 大臂的位置有区别 这里的大臂在这 这里的大臂在这 他带着肘的位置不一样 好 那我在想把一个球 给压下去的时候 我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就很重要 对不对 现在我告诉你 大臂的位置不一样 你已经看到了 大臂的位置不一样 我大臂要早点甩小臂 我大臂怎么甩小臂 好了刘教练 我知道了 大臂得早点甩中小臂 我大臂走走走走走走 我已经不可能压住球了 我大臂走走走 停了 甩小臂 压住球了 OK 我已经闹懂 刘教练你是这个意思 那我现在怎么学会呢 那是不是就要牵扯到 我感觉 我在这个动作里 你感觉我肘有往上提吗 没有吧 你感觉我有往上提吗 没有吧 但是我告诉你 很可怕的一件事 我感觉有 我感觉有 实际上没有 但是我在发力的时候 我想压这个球 我会有明显的这种感觉 我有一种打肘 哇塞 往上磕一样的感觉 我才能把球给压住 这就是我感觉和实际上 懂吗 是不是有点难了 今天这段的主题就是 我感觉和实际上 你要想学会 你需要知道发力人 他是怎么样去调配身体 做到的这个所谓的正确动作 如果你们实际上 我告诉你 那都是有出路的 你认为的潜点 那是不是潜点 那特别潜 你认为的高点 实际上还在潜点 这首先你感觉有问题 你感觉提拉 他肯定是消了 教练也说有消 可是你奔着消打 你永远都不会 你学劈掉 你奔着劈去 你奔着消去 你发现永远也劈不出来 你学正手过度 你想打包切 你奔着包切去打 永远都切的多 打的少 那怎么练呢 你也通过漫长的训练 才明白 能切到这个度就行 其实那是什么感觉 已经几乎是打了 已经几乎是打了 是吧 今天球机又心中涨了不少 啥叫往上磕 你想象有个人 他个子比你高 他个子比你高 他在上头逗了你 你几眼了 你拿你的肘 往上磕他的下巴 这就叫往上磕 这么说可能有点极端 但是没有这么夸张 但是有一个往上的感觉 我感觉 你比如说在这里 你压不住的时候 我们经常会见到 运动员球拍弹起来 比如说 哇这是什么动作 这都是想要去压球 出现状态 比李子佳经常能见到这种动作 就是他肘往上提的 李子佳是都能看出来 他把肘往上提 对啊 别的运动员不明显 但是能感觉 他这个趴在这 好像固扭了一下 知道什么叫固扭了一下吗 你会怕是直接 会打球 会怕是这种感觉 你看 怎么能让他晃荡一下 这是内旋结束 在这做了一个 肘的一个摆动 它会导致这个球拍 出现一个往上 翘一下的感觉 你们有没有见过 会不会怕人 挥出来实际上这样 那其实这个就是什么 他走一个往上的感觉 挥的太多的人 他不觉得 但我要想把球压得特别狠的话 我会有这种感觉